植物為了吸引昆蟲,為它全花受粉,會從花中分泌出花蜜。 蜜蜂將花蜜收集起來,通過兩個化學反應和一個物理反應將花蜜轉化成蜂蜜。 轉化之後的蜂蜜,除了可以被蜜蜂和人類消化吸收之外, 更易於保存,而且可以令它免於細菌和酵母等微生物的破壞。 化蜜的主要成分是水和蔗糖。 首先,蜜蜂在花蜜中添加一種叫做轉化酵素的煤。 在轉化酵素的作用下,一個蔗糖分子被轉化成兩個包含六個碳原子的糖分子, 葡萄糖和果糖。 之後再加入葡萄糖氧化煤,將極少量的葡萄糖轉化成葡萄糖酸, 令蜂蜜好像醋一樣呈酸性。 之所以要降低蜂蜜的PH值,令它呈酸性是為防止細菌等微生物的破壞。 轉化酵素和葡萄糖氧化煤都是由蜜蜂頭部的腺體分泌。 蜜蜂還利用一種類似工業脫水的工序將蜂蜜中的水分降到18%以下。 它們在蜂房內將要加工的蜂蜜查到周圍都是, 然後煽動翅膀加快蜂蜜表面的空氣流動,促使水分蒸發。 脫水之後的蜂蜜體積更少,可以儲存得更多,而且創造出高的滲透壓。 濃縮之後的蜂蜜滲透壓過大,而導致身處其中的微生物細胞大量脫水。 乾膚皂縮直至死亡,可以進一步保護蜂蜜,不受微生物侵蝕破壞。 如果儲存的蜂蜜被稀釋,葡萄糖氧化煤會恢復活性,產生出過氧化氫殺死微生物。